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TVBS看世界 我是叶佳蓉 我们今天一开始来关注是真的闹得人心惶惶 这个是台北市信义区百货的餐厅 保龄茶室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 现在呢今天上午又有一名66岁的男性抢救无效 而检察官也去医院相宴了 我们立刻交给记者曹娇仁 素食餐厅爆发了重大的疑似食物中毒案件 除了原先住在新北三重的一名死者 和多名重症患者之外 今天上午在新光医院诊治的66岁男子 也因为肝肾衰竭不幸宣告死亡 检察官在稍早下午4点多 也到了新光医院来相宴 在将近晚间6点相宴完毕 医院的解剖室外除了警局的现场勘察组警员 死者女儿也赶到现场陪同 不过针对相宴结果并未做说明 保龄案第二名死者的女儿 今天下午也有受访表示 21号父亲就紧急送到新光医院 当时精神都还好 22号开始精神不计病 晃急转直下 因此同意进行司法相宴 不论如何一定要查清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也不排除委任律师提告 而这起案件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了 而这两位死者 其实生前都有实用炒果条 所以今天我们就独家职集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卫生局就会同警方到制造出货的 这个果条食品厂来进行鸡查 也逐一将采样带回去检验 卫生局人员跟警方保七总队 来到新北市中和这间食品厂展开一连串调查 因为台北市新一区A13保龄查试案 两名死者都吃过的果条原料 就是从这里制造出货的 没多久又有第二批卫生局人员 带着大包小包的工具抵达 逐一采样后再分类装进袋子 别好装商整个过程超过三小时 那目前有针对什么样做采样吗 是全面的食品都要进行采样吗 这间食品厂主要卖给三家中盘商 中盘商再卖给四家餐饮场所 另外还有少量供应给十家贩卖业者 不过目前只有新一A13有出现状况 但卫生局还是下令果条厂商 暂停制作跟贩售 并主动通知下游自主下架回收 食药署目前推断疑似是食物中毒 不过消费者送到医院加护病房时 并没有培养出细菌 另一个可能会不会是化学毒素导致 所以警方卫生局以及食药署 27号凌晨一点到保龄茶室餐厅 医证人身份约谈 负责人经理厨师跟店长 并在现场搜证查扣监视器跟进出货单 不排除还会在约谈曾经守过的员工 检验需要时间 如果的确是食物中毒导致 保龄茶室除了食安上的行政罚之外 恐怕将面临过失致死罪嫌 以及受害者的赔偿 一切都得等结果快快出炉 食安问题是人命关天的 所以今天下午记者 卫生局也紧急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强调这都是非常罕见的案例 过去十年来甚至都没有发生过 而这些案例呢 普遍都是呢 几乎是在12个小时之内就发病 之后就演变成肝衰竭 还有败血性休克 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食物中毒的案例 过去十年没有发生过 食物中毒造成死亡的案例 保龄茶室因此引起食物中毒 已经酿成两死波及人数在扩大 卫生局也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明 甚至二十七号凌晨一点 就会同食药属行大跟新一分局 大动作到保龄茶室 共同会刊要查原因 普遍来讲 他们都呈现了甘子树上万 那血液的酸碱度都是很偏酸的 病程快速也要找来源 第一锁定目标病人都有吃的硅压条 保龄硅压条是来自一家新北的供应商 目前要求下架回收 过去也曾出货给三家中盘商 四家餐饮场所 还有十家的贩卖所 现在全部都得暂停使用 而吃下肚的人 比通报人数还要多很多 北市卫生局预估 三月十九号到二十三号 有三十到四十人食用 也陆续有人反应 身体不适 十岁男童 二十号下午也吃了硅压条 第二天却吐到差点休克送急诊 但也是同一天 有人说晚上八点也有吃 有网友留言跟女儿都有用餐 但身体没事 就连艺人泄心也秀出贵压条的照片 说前几天才刚吃过 但是又回应是到饶河店用餐身体状况良好 而新一元柏A13负责美食街的大食丹也呼吁 三月十九号到二十五号有用餐的客人 身体不适得竞速就医 卫生局同步提醒医疗运所 这回非典型的食物中毒得提高解决 有类似个案都要询问是否到过保龄 而有用过餐的民众也得多观察身体状况 只不过是去餐厅吃个饭 怎么吃着吃着竟然人就过世了呢 在昨天逝世的这名死者 他只有39岁 其实非常年轻 而且他还是位高材生 他拥有台大经济系跟政大EMBA的学历 去年十月份才刚刚加入一间外商的新公司 这死讯一传出 让他的同事跟朋友都非常震惊 椅子上阳光大男孩的模样 他是保龄茶室风波当中 首例死亡个案 39岁的女性男子奏事 任职的公司隔天发内部信件 读下去的内容写下 以非常沉痛的心情通知同事们 去年十月死者加入公司团队 很快的成为团队中备受爱戴的好朋友 好同事 大家会非常怀念他 也将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他的家人 离心整个案发时间 22号中午 女性男子跟女同事到保龄茶室用餐 吃了龟条香兰叶饮料 晚上出现身体不适 隔天下午到三重的医院治疗 当天晚上返家 24号二度叫救护车 当天下午宣告不治 从用餐到死亡不到72小时 他从小我们就认识了 他搬来很久了 他们虽然都很有礼貌 所以我们背后都说有礼貌的小孩 因为他很乖 从小就很乖 也很上进 后来他也是台大EMBA的硕士毕业 邻居得居消息后 震惊也不舍 旅行死者被朋友称为行销鬼才 台大经济系毕业之后 攻读政大EMBA 曾任职多家证券投过公司 去年才到新医院的公司上班 事发后朋友发文表达不舍 也有同事透露 保龄茶室离公司不远 大家常去用餐 到餐厅用餐却中毒夺命 检方原定下个月要香烟遗体 也提早到28号进行 毕竟一连串传出噩耗 多人用餐后死亡 住院一定要找出原因 来向家属交代 TVB新闻 王华林 陈仁华 吴玉亚 叶君新北市报道 而现在只要有去保龄茶室 用过餐的民众是人人自为 而在稍早呢 有一名桃园市民 他说他在21号晚上 也去店里面点过炒果条 不过保龄茶室在桃园 其实没有分店 所以经过查证呢 证实这一名去报案的市民 他其实之前通报 人在三种的30多岁男子 这是一个最新的讯息 不过我们刚刚看完第一名死者 再来看呢 是今天上午逝世的这名男性 他今年66岁 不过他的女儿就很伤心的说 父亲的身体一直都非常健康 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只是跟朋友聚餐 吃了一顿饭 竟然人呢 几个小时之后就过世了 所以他现在打算也要对保龄 来提出告诉 希望能够查明真相 绝对不会让父亲死的 不明不白 保龄茶室时安风波延烧 这名杨小姐就是第二例死者 66岁杨先生的女儿 她一度说到哽咽 悲伤情绪跟着泪水溃提而出 回故事发经过 66岁的男性死者 在3月19号中午到保龄茶室 吃了炒果条 同桌朋友吃炒面 但身体没有硬状 女儿说爸爸当天晚上 就腹泻超过30次 有先去诊所就医 怀疑是德诺罗 拿药服用 腹泻状况暂时止住 22号清晨 死者开始倒汗 身体不适 甚至心跳问乱 以为是心肌梗塞 紧急送到新光医院治疗 检查之后排除 转到普通病房 这时候精神还算不错 可以有说有笑 但后来却又出现了 胃食到灼热 精神不济的状况 做了非常多的抽血检查 身体越来越失弱 一度水肿 肝指数冲上一万四千多 就是打抢筋针等等的话 还是都没有效 所以原则上的话 它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酸中毒 医师说除了酸中毒 还有猛暴性的肝肾衰竭 23号送进家户病房 25号装叶克膜 27号病况恶挂 从用餐到身亡 短短9天 基本上就责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 一定会 一定会 一定会做 因为不能 没有道理 就是让父亲死的不明不白 现在掌握到这名死者 主要是吃炒果条 居住地在新北市三重 卫生局持续厘清 而杨小姐也不排除 找律师进行后续的提告 一顿饭让女儿跟爸爸 天人永隔 家属追讨真相 一条生命 不能平白无故 就是去 TVBS新闻 李正文 黄凯 这一台被参谋到 当然现在检警都在查 这到底是食物中毒 还是人为下毒 这是要厘清的 不过有专家看了很多过去 国内外发生过 类似新闻的案例 就推测 有一种毒素 它的毒性就是这么强 这种东西叫做米酸菌 它其实到底什么是米酵 米酵菌酸毒素 跟证一下 我们要带大家来一一检视了 它其实会入侵人体瘫痪立腺体 最后就会引发重症 所以它严格来讲 不算是细菌 而是一种毒素 那它透过粪便这些分泌物 是也没有办法做培养跟检测 而且它的这个产生的条件 其实蛮宽松的 只要摄氏26度 就有可能会出现 甚至是你做高温烹煮 都没有办法把它给去除掉的 那当然大家可能很好奇 什么样的食物 才会有这种米酵菌酸出现呢 大家要特别留意 它很常出现在呢 保存不当的发酵米 或是米类相关的食物 所以像这次新闻里面看到的 这些果条粉条啊 都是属于米类的食品 那另一个就是经过长期浸泡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呢像黑木耳 很多人觉得啊 我泡隔夜在哪来使用 不过如果你浸泡的这个器材啊 器皿不是很干净的话 就有可能会产生大量的这些病菌 导致呢这个米酵菌酸来出现 甚至呢只要一毫克的量 就很有可能会致命 所以现在呢专家都在研判 到底是什么因素 那过去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案例 其实是2020年在中国大陆 当时呢是在东北 有一家12个人吃了这个酸子汤 什么是酸子汤 它其实是一种用水膜玉米粉 去发酵出来的面条 一家12个人最后有9个人 竟然通通是离奇死亡了 而后来呢这个经过相应的发现 它们体内确实就含有这种 高浓度的米酵菌酸 玉米发酵后的面条 放到热水烫熟 可以熟食也可以凉拌 味道酸甜浓郁 是满洲著名小吃酸汤子 但在2020年这一碗面条 让黑龙江一家9口食物中毒身亡 家族聚餐9位吃了酸汤子的人 陆续严重腹泻呕吐 最后全数病逝 事后调查 当天食用的酸汤子原材料 已经在冰箱冷冻长达一年 在玉米面和死者胃部 都检测出米酵菌酸 有可能一毫克的米酵菌酸 就可能会致命 而且这多重器官衰竭 往往会发生很快 几乎就在你来吃到污染的食物之后 可能一天内就发生 死亡率是蛮高的 我看文献到说 几乎40到100%都有 米酵菌酸毒素 存在被椰毒甲丹波菌 所污染的食物上 包括穀物发酵制品 玉米面 醋凉粉 以及薯类制品 马铃薯粉条 干薯面 还有木耳 银耳 都是容易产生这种毒素的食品 医师提醒 这类食品一定要放在 通风防潮的地方 吃不完得密封保存 木耳 银耳要用温水 现泡现用 泡发后如果出现粘软异味 绝对不能吃 大陆专家也曾多次提醒 米酵菌酸毒性极强 是披霜的20倍 官方记录从2010年到2020年 全大陆已经发生 米酵菌酸中毒案件14起 多达84人中毒 37人不幸死亡 TVBS新闻小明镇 李敏珍综合报导 其实最近真的很多食品安全相关的事件 另一起很多人在关心的 就是日本知名小林制药的红麴产品了 而日本现在的状况是 现在呢 在今天又新增一名的死亡病例 而它跟之前第一名的死亡案例一样 都是有肾脏病的患者 所以具体的这些病情啊 死亡原因还需要再做理清 不过另外已经有106个人呢 是健康出现一些状况 所以都住进了医院 那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就下令了 要立即报废小林制药总共的三类产品 而至于在台湾也很多人都是呢 小林制药忠实的顾客 而目前呢台湾其实呢 已经有31家业者进口相关的原料 所以有预防性下架121项的产品 那日本方面呢 是有通报26家业者 有49项的产品下架 不过台湾方面 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预防性措施 像是呢 有这个7家业者就提供消费者一些处理专线 有退货的服务 而如果观众朋友 你不确定你自己吃到的产品 到底有没有使用到这个小林制药的红麴的话 其实呢 食药署有在官网设立一个专区 你可以去查询一下 确认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可以来做后续的处理 或加上东缺西缺 红麴部分相关产品内 含小林制药的问题原料 目前已经预防性下架 礼拜一就要全面下架 我们收散仓库了 公司如果发的话 我们会有吓到 就是直接把它收下来 食药署公告 全台31家业者主动通报 总共有121件商品预防性下架 而其中有7间厂家 提供消费者无条件退货 如果民众在你们这里买可以退货吗 可以啊 就算吃到一半也可以 日本小林制药红麴原料疑似出问题 台湾好几间业者紧急预防性下架 其中也包含南部好几间生计公司 使用到问题红麴的厂商 也包含会在台南的伸展化学制药 卫生局前往稽查 不过商品都已经流到各大通路 包含大家熟悉的DHC浓缩红麴胶囊 台市长春乐活育红麴 居城市进货的7项红麴商品 还有大盐生衣的纳豆红麴 以及丁丁药局的诺宝红麴胶囊 不只市面上就连在官网上 也已经搜寻不到这项商品 全面性下架 除了潮商自主回报之外 县市卫生局也主动出击掌握小林志 要原料在台流向 持续向下溯源 要求停卖并回收 TVBS新闻 林嘉宜你帮顾首昌 南部综合报道 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非常的震撼 这是在美国的巴尔地摩 当地知名的这个凯伊桥 竟然被一艘叫做达利号的货轮 给撞垮了 而现在要究责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样的事故呢 专家就研判其实所谓的货船 如果说电力有问题 其实还蛮常发生的 不过这一次很不寻常的事 是整艘货轮全面断电 而且在这么糟糕的地点 直接撞上桥去 才会造成很多辆的汽车直接落水 不过这一次呢 出事的这艘货轮 其实也被查出来 多年前就曾经发生过问题 这个是发生在2016年 当时呢 这艘货轮在比利时的卸货码头 疑似是因为船长跟饮水人 有一些作业上的疏失 所以导致一样是撞上了这个码头 那货轮本身船尾是受损 也导致呢 这个码头停泊的驳位呢 是必须要暂时关闭 来进行修复的 而当然现在这一次在美国呢 这个大桥被撞毁 势必要来做重建 不过重建呢 恐怕是又耗时耗力 因为粗步估计呢 大概要花超过一年的时间 才能够重建完成 而经费上也需要至少要上亿美元 而且现在要研判呢 是到底是要直接去复制 这个大桥原本的设计 还是要重新来做设计呢 因为必须要考量到呢 这可能会经过一个跨域的深水区 还有这个航道 能不能够适应很多的变化 到底要采取哪一种模式 都需要后续的谨慎思考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地摩港口 当地时间26日凌晨1点半左右 发生货轮撞上凯伊跨河大桥 桥墩意外 整座桥几秒钟内就断成了四节 倒塌后沉入水中 当时正在桥上施工的 八名工人落水 两人及时获救 其余六人失踪 海巡救援单位 派出50名潜水员进行搜救 但河水太冷 加上水流湍急 六名工人生还几率渺茫 考量救援者的安全 当局已经宣布暂停搜救 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达利号货轮 26日凌晨从巴尔地摩港出发 有两名当地派遣的入港领航员驾驶出港 在靠近凯伊大桥前几分钟 货轮上的灯光突然熄灭 随后船身冒出黑烟 失去了推动力 船身立刻往右偏移 最后撞上桥墩 当时桥上没有车辆往来 因为在撞桥前 领航员已经发出求救讯号 要求禁速封桥 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初步调查 早时货船当时时速为14公里 力道足以撞断桥墩 船上人员全部平安 目前仍留在船上等待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已着手调查 要先取得货船记录器 还原航行资讯和船员对话 政府已经定调 这是起意外事件 排除恐攻的可能性 根据事后照片分析 可以确定船员在意外发生前紧急下茅 试图阻止船只前进 可惜并没有成功 美国海事学院的专家表示 船只失去动力后 会被风和水流带着走 船只在桥梁附近失去动力 绝对是最糟糕的状况之一 总统拜登承诺 重建大桥的经费 将全部由联邦政府负担 这让财政已经很吃紧的马里兰州 松了一口气 达里霍伦之前也有造势记录 2016年在比利时撞上港口 更久之前在智利也出现过问题 目前要离清船只失去动力 是人为还是故障导致 巴尔地摩港口是美国东岸最靠近 中西部的港口 主要运输汽车货柜和日用品货物 现在港口因为意外而关闭 所有水上航行也暂停 预料将冲击美国的供应链 重创当地经济 美国交通运输委员会的调查 即将登上达里号货轮 约谈相关人员 并取得驾驶舱的记录器 所属的新加坡公司也宣布 要自行展开内部调查 TVBS新闻总和报道 看头条 我们来关注是美国的政坛 先来看是今年有意 要重新搅筑白宫大位的川普 他最近可以说是财富又暴涨了 因为他自创的这个社群平台 叫做Truth Social在美国已经正式的挂牌上市了 而且股价飙涨得很快 盘中有一度暴涨50% 但最后大概是收盘的时候 也有16%的涨幅 不过就算是16% 也足以让川普的财富 一下子增加了超过30多亿的美元 这也让他挤身美国的前500大的富豪 不过他最近其实蛮忙的 他还当起了直播主他要来带货卖圣经 这个圣经的名字呢就取名叫做天佑美国圣经 God bless the USA 他自己的竞选口号其实就是这句话 而圣经其实不便宜 有一本要价将近2000块台币 不过他的说法是他觉得美国人现在呢 很多人道德沦丧失去对信仰的尊重 所以他希望可以让大家呢 再度来为美国来祷告 不过川普最近其实可能也要蛮紧张的 因为呢他的民调数字现在好像不再有领先的优势了 最新的数据就显示呢 拜登在过去呃一个月内 七个摇摆州的支持度跟川普是越拉越近了 所以现在呢在像是宾州啦跟密西根州 这两个很关键的地方 他跟川普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支持度呢都是打成平手的 不过不管是川普或是拜登 恐怕呢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这场选战呢可能会有第三方的候选人来出马脚竹杀出一个程咬金 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这个甘乃迪家族的成员叫做小罗伯甘乃迪 他也宣布他的副手人选了 就是画面上呢这一位美女律师还具有华人协同 听说他的妈妈是华人 他的名字叫做妮扣沙奈亨 不过他其实过去有一些蛮争议的一些报道 因为讲到他都是些八卦绯闻 他其实过去呢跟这个Google的创办人布林有一段婚姻 不过呢两个人离婚了 而离婚的原因呢竟然是因为传出他跟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 马斯克有婚外情 这都是一些花边消息啦 不过到底这场选战年底谁能够胜出谁能够入主白宫呢 我们都会持续的带大家来锁定了 但我想不管是谁当选的最终中美两个 大国都是要有一些交流跟沟通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呢是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今天呢就在北京接见了几位重要的美国的企业领袖 而另外是大陆央行的行长则是去海南参加了博鳌论坛 也大谈金融稳定还有区域合作 就是通过交流嘛 习近平笑着说美中关系分歧也要交流 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会月 美国会议等工商界的代表 不止美国企业领袖 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F总裁乔治艾瓦也访问北京 会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 中方呼吁改革INF并在隔天南下博鳌论坛 聚焦金融稳定 可是中大陆一个29个国家地区 双边货币互换达4兆人民币 不止金融还有国际贸易 波澳是一个交换经贸顺序的地方 但是在疫情之后台商参与降到个位数 同时好萧万长也不变参加了 所以无法恢复过去的两岸企业家 远就会议 我只是企业经贸相关的这种平台 好像都比较淡 因为现在这种情况 大家都比较消极 萧富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他很好 但就是你长途旅行不方便 医生跟他讲一说你长途旅行就尽量 尽量避免 现在台湾到海南得转机 而销岸场已经不适合长途跋涉跟周车劳顿了 疫后的两岸经贸活动热度 就像直航航线一样没有回复 以上 至于乌尔战争方面最新的消息 最近乌克兰发动了蛮多出人意表的飞弹攻击 都收到不错的效果 像是他们在周末的时候 就针对俄军的一些两栖登陆舰来做突击 而且是成功的击中了 像是有一艘停在克里米亚的康斯坦丁奥尚斯基号 就被攻击了 另外还有跟他同型号的亚素号 还有亚马尔号 另外甚至还有这个间谍船 也都一并被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当成首要目标 而且是成功的击中了 而其实从这个2020年战争开打以来 根据乌克兰军方的统计 至少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俄罗斯的黑海的舰队 都是被他们成功的袭击了 所以算下来等于是 已经大幅的打击到了俄罗斯的海军军力 不过其实俄罗斯要制衡乌克兰 除了在这个实体的地理位置上来发动战争 是不是也在网路上有一些小动作呢 我们要来看呢 这个是呢 最近大家都知道英国的凯特王贝 有非常多关于他的消息在网路上面流窜 像是呢 他已经发布了这个他李哀的自拍影片 都被人家怀疑说 这个不是他吧 应该是AI吧 不过英国的资安专家分析就发现 这背后可能是有一个幕后黑手在操盘 而且这个组织很可能就是来自俄罗斯 那他们就发现呢 最近这个凯特王菲的健康遥远都是在 这几个礼拜内突然大量的涌出 那都是透过一个账号呢 来开始攻击 分享很多关于这个王室的标签 之后再透过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小的账号呢 在疯狂的炒作来分享 所以他们就认为这是有计划的 在幕后的克里奥尔来让大家呢 不断的讨论 关于凯特健康状况比较负面的消息 加上这个账号也是在分享一些其他的议题 像是呢 法国怎么会去支持乌克兰呢 或是俄罗斯的大选绝对是公正公开公平的 这些标签这些话题都让人联想到 是不是呢这个在炒作的组织背后就是俄罗斯呢 是非常站在俄罗斯这一边的 那现在就有人觉得呢 这个组织似乎就是刻意呢 想要不断的来降低大众对于新闻媒体的信任 从中来挑拨离间了 不过其实呢 我们看完这个是乌尔战争整体的局势 另一个战场要来关心的 那就是尾巴冲突了 以色列的军方呢 就发布了一个新闻来证实 其实呢这个 哈马斯他们有一个武装侧翼团体 也是哈马斯的三把手 一个很重要的指挥官叫做萨伊 他已经呢是在 这个月初的一场攻击当中不幸身亡 天空中大量降落伞缓缓靠近地面 民众不断嘶吼 直直朝这批空降物资冲过去 就怕晚一步得继续饿肚子 在加萨北部滨海城市拜特拉西亚 25号这天盼到了一批救援物资 但空头地区靠近海滩 幸运在岸边处捡到物资箱的人高声欢呼 为了这一点食物 他们都是长途把射而来 眼看岸边物资都被抢光 有人奋不顾身往更远的地方寻找 只剩一颗头浮在水面上 但物资都沉入海底 造成许多民众当场溺水 被救上岸时已经奄奄一息 就算知道有人溺水 但为了物资没多少人在帮忙抢救 估计现场至少12人因此丧命 根据援助机构资料显示 由于以色列对加萨的地面 和空中持续发动攻势 从去年10月7号开战以来 只有约五分之一的所需物资 进入加萨走廊 三个婴儿排排躺在地上 不断嚎啕大哭 加萨中部城市戴尔拜来赫 一所医院外搭建的临时帐篷 让刚生产丸的妈妈们进行产后照顾 一口气生下三胞胎 自己在怀孕后期被降火逼着四处逃离 一直没有好好收养的她 产后身体相当虚弱 但孩子们全指望她 只能每天努力哺乳 让三个儿子活下去 随着加萨饥荒快速恶化 埃及红星月会 在穆斯林斋戒月期间努力赶工 在专门设立的厨房里 工人们每天做出7.5万条面包 3.5万份热食和4.2万份干粮 由以色列克瑞沙洛边界关卡 透过陆路进入加萨走廊 在靠近埃及边境的拉法市 几乎看不到一栋完整建筑 孩子们在废墟中穿梭 没有童年脸上该有的快乐笑容 幸存居民唯一的希望 是联合国25号首次通过决议 要求加萨走廊在摘介月停火 但以色列丝毫没有停火打算 加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居民表示 就在联合国安理会 决议出炉当晚 他们仍度过了惊恐的一夜 正在华府访问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26号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晤 以色列的一意孤行 正导致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逐渐僵化 这是以哈战争以来 奥斯丁对加萨问题发表措辞 最强烈的一次谈话 美国在人道主义上希望协助加萨人民 但对于支持以色列的政策 目前还没出现变化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 26号表示 又有哈马斯高层 在本月的攻击中被启毙 哈马斯领导人 让以哈战争的结束越加显得遥不可及 TF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的是北韩领导层的二把手 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他之前就说呢 或许有机会可以让金正恩 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来一场双边会谈 不过现在他马上推翻这个说法 他说日本跟北韩不会有任何的接触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又穿上最爱的黑皮衣 视察坦克部队 这次特地来看第105坦克师指挥队 这个部队由金正恩打工今日成创立 据称在韩战时最先攻进汉城 也就是现在的首尔 北韩部前敌对姿态对日本也没有好脸色 先前一度传出有可能举行朝日峰会 没想到短短几天金宇正又翻脸 金宇正在25号通过官媒声明说 岸田文雄有意见金正恩 没想到岸田回说对此毫不知情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跟補充 无法接受北韩宣称 绑架已经解决的说法 种种回应都让金宇正很没面子 北韩原本有意透过韩日本 较好弱化美日韩的关系 然而两国对于绑架问题都不让步 想敲定会谈似乎没这么简单 月新闻综合报道 而南韩跟大陆的关系最近也蛮紧张的 因为有很多的大陆渔船是非法越界 到南韩的海域去来捕捞螃蟹 这让南韩当然非常不是滋味 所以南韩的海警 现在跟军方要展开联合打击行动 南韩海岸警卫队在西部海域黄海 发现大陆渔船踪击 好不容易登上渔船 试图用电锯打开驾驶室大门 持续进入春天 也是缩子蟹的产卵季和捕捞旺季 韩国人最爱把生缩子蟹用酱油腌渍 品尝蟹肉蟹卵的鲜嫩肥美 再将米饭跟蟹壳中的蟹膏伴着吃 不过大陆渔民也闻香而来 韩国媒体报道 这几年来非法越界捕捞的大陆渔船 平均每天超过100艘 光是今年2月 南韩海警就扣押了两艘大陆渔船 并对35艘试图进入 韩国领海的大陆渔船加以驱赶 南韩与大陆日本签有渔业协定 每年渔货设有上限 然而大陆沿海因为滥捕问题 海鲜捕捞量减少 导致非法越界捕捞的情况 越来越猖獗 由于大陆渔船会使用大型拖网 将缩子蟹一网打尽 导致南韩渔民的捕捞量 急剧减少 中韩渔民之间也屡屡爆发冲突 为防堵大陆渔船 南韩海警海军海洋水产部 将在三月底展开围棋一周的大规模联合打击行动 不过事态严重到得出动海军捍卫渔权 陆防后续态度将牵动双边关系发展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大陆之前很积极的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计划 那也积极投资了巴基斯坦 不过在昨天竟然有自杀炸弹客 是锁定了大陆的工程车队来发动攻击 造成五名大陆的工程师丧命 而其实呢过去这一个礼拜内 已经发生了三起类似的恐怖攻击 坠入山谷的车辆起火 窜出正着黑烟 26号巴基斯坦传出恐怖攻击事件 一名自杀炸弹客 瞄准正在进行水坝工程的大陆工程师车队 猛烈冲撞 结果造成六人死亡 中国大陆在巴基斯坦 长期推动一带一路 基础建设投资超过六百五十亿美元 外媒报道 这类攻击已经好几起 2021年7月 一辆陈建当地水电站的大陆企业专车爆炸 造成13人死亡 2022年4月 当地孔子学院的专车遭到炸弹袭击 三名大陆公民不幸身亡 去年8月 还有恐怖分子试图用路边炸弹 袭击中方车队 让大陆政府相当不满 市管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径 要求巴封撤查事件 严刑兇手 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保护在当地的中国公民 机构同行目安全 陆媒报道 这次遇袭地点位于巴基斯坦西北边陲 靠近阿富汗边境 长期以来是巴基斯坦塔利班 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活动地区 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坦承犯案 巴基斯坦也承诺将全力追弃幕后黑手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不知道在线上的朋友 有没有人是天文迷呢 如果是的话 你可能要记住4月8号这个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呢 时隔7年的天文奇景日全时 又要再度出现了 所以在美国呢 很多人就开始为这天做准备 就是希望当天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景色 而尤其是在美国德州 当地政府就预估呢 这个日全时有望带来高达14美元的经济效益 月球完全覆盖太阳 数百万人在黑暗中抬头看的情景 时隔7年又即将再次上演 不只纽约州 整个美国东西岸的民众 都能在北美时间4月8号星期一 观测到这场罕见 预计会持续4分又13秒的天文现象 就连美加交界的尼加拉瀑布 也将涌现观测人潮 预计突破百万人次 最后倒数不到两周 当局呼吁做好万全准备 以因应各种突发状况 回顾北美上一次2017年的日全时期间 交通意外减速暴增 发生事故的风险也增加31% 特别是身处日全时中心线的居民 当天陷入黑暗的时间 会比其他地方多个几秒 纽约州警方已经向居民喊话 提前到超市采买 车子加满油 当城是有一场暴风雪要来 二亥澳洲第五大城阿克伦 则担心手机网路 会不会在当天卡卡或是断讯 干扰因素不是天文现象 而是蜂涌而聚的人潮 虽然提供备案 但美国最大型的网路业者 Verizon表示 大家没有担心的必要 自去年以来 Verizon已经在二亥澳洲东北部 日全时的路径沿线 增设20座基地台 加上在这之前 也已经顺利通过多场 大型活动和赛事的考验 电信业者老神在在 但当地警方不敢大意 除了拟定断讯因应措施 并提供民众手机外音没讯号时的报案对策 但当局也警告 加时必须报案 得要多点耐心 因为到时可能会超越 目前每天平均一千通的截停量 至于餐饮等服务业者 早已做好应战准备 因为这场千载难逢的天文奇景 预计能为整个德州 带来近14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专做流动厕所的业者 已经订单接到手软 更表示客户打从三年前 就陆续下单 这星期 美国国家航空记太空总署NASA 加入科学和运输机构 一起讨论日全时当天的行动 NASA将借由这次机会 研究日全时对大气层 以及地球上科技的影响 同时也强调安全第一 NASA提醒 一般太阳眼镜并没有足够的保护力 而假如以肉眼直视太阳 无论在日时或其他时候 都会对眼部造成永久伤害 不只有人类 纽纽约州一间动物团也将和研究人员合作 观察园区内的动物在日全时期间 会不会出现行为上的改变 TB也向中的报道 西安冰马俑在去年接待的游客人次非常惊人 有超过一千万 而最近杭州也出现了一个冰马俑展 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打造 不过很多游客去看了之后就吐槽 就说这些冰马俑表情非常呆板 而且做工也很吐槽 杭州竟然也有冰马俑了 根本不用再去西安了 宣传耗时两年投下巨资打造的杭州冰马俑展览馆 近期在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宣传片 陆媒直及现场 游客在门口排起长队 但进场后只听到满满的吐槽声 不太爱意啊 西安的肯定瞎差很多的 插评留言也洗版网络 有人认为杭州冰马俑表情呆板 做工粗糙 规模很小 大多是文字介绍墙 整个展不到15分钟就能看完 成人一张票58元人民币 约合台币260元 实在不值得 还有人指控展览 涉嫌虚假宣传 面对争议 主办方强调 宣传都有说清楚 杭州冰马俑只是复制品 做得好不好 很主观 但绝对没有欺骗消费者 同样旅游争议 西双版纳游客 是又生气又害怕 拍摄影片的大陆女子指控 花4000元人民币 抱团到西双版纳旅游 吃饱饭 大家就被带到床垫工厂 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 没有团圆消费 床垫公司就不让人走 我对现在在跳到黄河 在被冤死的那种啊 肯定要跟他们去讲 产品的东西 他们不愿意听 然后他们说他们要走 床垫业者否认限制行动 更没有强买强卖 会不断说服游客 留在店里 只是想把产品 介绍得更清楚 双方各说各话 到底谁有理 当地官方已经介入调查 TVBS新闻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去日本呢 如果呢 想要去日本的话 或许你在今天 会想要先换一点日元 因为日币又继续贬值了 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呢 日本官方宣布要终结 这个负利率的政策 负利率的时代要结束了 而这也让卖日元呢 买美元的动能持续在增强 所以在今天3月27号 一美元呢 对151.97日元 这样的汇率就出现了 是创下33年8个月以来的新低 不过日本的财务大臣 也不会放任继续贬下去 他就说呢 日本政府其实准备好 随时都要进场干预了 而其实呢 台湾的大型银行的主管就认为 日元贬值是有利于出口的 不过日本民众觉得什么东西都变贵 通膨非常严重 所以他认为呢 日本可能会把 1美元对152日元的设在他们的底线 估计呢 不会再超过这个数字了 而看完日本的货币政策 我们再来看的是日本的企业 过去呢 很多人要做海外投资会选韩国跟大陆 不过现在他们改变了 要到新加坡去 所以疫情前跟疫情之后呢 他们的投资 额在新加坡是增加了3.3倍 主要是看准呢 他们喜欢新加坡的开放性的创新政策 有一些AI啊 半导体跟医疗产业等等 而这个投资的地点第二名就是在越南了 看准呢 当地有很多这个丰富的劳动力 而且人口很年轻 平均大概是35岁而已 所以投资也来到了8300多亿 成长了两倍多 再来就是印度了 因为莫迪政府呢 在做这个制造业的振兴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制造业基地 都在这个地方 那也成长大概有呢 将近9成左右 而至于为什么不选择去南韩跟大陆呢 一方面是呢南韩现在呢经济冷却 那之前文在寅政府又推动呢 很多的这个去日本化 很多的零件不希望日本制造 所以两国关系呢变得比较冷淡一点 所以减少的幅度呢 有来到47% 再来是大陆过去人力很便宜 不过现在没有这样的优势了 所以日本企业去大陆投资的这个金额呢 也大概有下降了20%左右 而大陆其实面临到非常多经济方面的挑战 我们要来看呢 这个是在今年公布的胡润富豪排行榜 就发现呢大陆这些企业家 他们的财富总值跟前几年相比 下降了15% 北京市中心的这家Cucci专卖店 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添购当季精品的热门地点 如今却出现买气下跌趋势 因为手里的钱可能也是相对有限的 那他会更多的考虑说 我要钱要花在哪些地方是最重要的 然后要怎么去花这个钱 在花钱的过程中的话 他可能也会去进行一些比价 然后再多次的考量 他可能不会再说像原来的冲动消费 有那么多的 这种精打细算的消费偏好 与荷包越来越干扁有关 而且财富缩水的普遍程度 连百万富豪也无法避免 胡润研究院周日公布的 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 上榜的中国企业家总财富 就比去年大减15% 70岁的中闪闪 以450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连续第四次成为中国首富 然而中闪闪的最新身家 却比去年少了9% 全球排名也下降6名 跌到第21位 此外中国总身家达到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 今年只剩下814人 比前一年少了155人 占全球落榜总数的75% 从10亿美元富豪人数的年度变化来看 更不难发现 近两年中国富豪人数持续下跌 从2022年中国富豪人数 比美国还要多出近6成 到如今两国人数已经相近 实际上胡润稍早公布的 2023胡润财富报告里面 也显示 中国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 已经减少千万人民币资产的高净值家庭 更减少了1.3% 亿元人民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 减少幅度更高 达到3.8% 若以美元计算 作用超过3000万美元身家的 国际超高净值家庭 减少幅度最大 达到4.5% 报告坦言 疫情冲击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 是中国富豪家庭数量下降的主因 也导致富裕以上家庭的总财富缩水3.6% 跌到158兆元人民币 尽管富豪们的身家缩水了 这比财富仍然可观 甚至比中国全年GDP总量 还要高出30多兆元人民币 富豪们虽然可以透过多种避险工具 降低财富缩水带来的冲击 但低迷的市场氛围却是整个大环境里 谁都逃避不了的现实 这也让半年前曾经大动作推动旗下菜鸟智慧物流 到香港IPO的阿里巴巴 周二宣告改嫌议策 阿里巴巴宣布撤回菜鸟的上市申请 并且斥肢最高37亿5000万美元 会够少数股东和员工的股权 阿里巴巴不但撤回菜鸟上市 还要以每股0.62美元的座价回购股权 这反映菜鸟当前估值仅有约103亿美元 远低于去年10月推动上市时 超过200亿美元的市场估值 阿里巴巴主席蔡崇信则在电话会议中坦言 当前IPO市场低迷而且缺乏流动性 无妨释放菜鸟内在价值 应推上市没有意义 还不如趁当前机会好好发展壮大菜鸟 除了股市短期内看不到太多起色 高端消费市场也持续萎缩 例如全中国智慧手机市场 光是2月就萎缩了近三分之二 其中苹果iPhone在中国出货量 今年2月比去年同期下降约33% 比上个月更大跌56% 这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iPhone在中国销售降温除了受到市场竞争 以及地缘政治加大的影响 对手华为去年推出的新机 抢走不少市战略之外 另外一方面更显示 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不愿意 在非必需品上花钱的趋势 就像苹果最新旗舰店上周四 在上海开幕前 部分民众对粉丝彻夜排队的不认同 我不理解因为上海已经好几家苹果店了 为了刺激需求 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再次宣布降价 周一改版新上市的海豹荣耀版车型 大坎1万元 只要约18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79万多元台币就能开回家 手机大厂小米旗下首款电动车 更将在周四正式上市 只是售价仍然保密 相关电动车应用程式 目前已经在应用商店上架 率先打响汽车行业价格战的特斯拉 却即将进行涨价 特斯拉的摩托Y 将从4月1号开始涨价5000元 至于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则是一边降价一边计划减少在中国的产量 让上海厂房内原本一周六天半的工作时间 缩短到五天 有分析认为 价涨量缩的目的是为了 推升市场的预期与买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我们刚刚讲新加坡 其实新加坡民众的日子也很不好过 二月份公布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其实也来到了3.6% 是高于预期的 不过政府的说法是刚好二月份过年 所以是这个季节性的 因为当时服务业食品价格都会走扬 不过其实随着之后 新加坡的进口成本变低 劳力吃紧的状况改善 预计整年度的通膨率 大概只有2.5%到3.5% 大家不用太担心 不过政府现在也有一些 这个大撒币发红包的措施 希望可以改善民众的生活 像是如果你名下只有一栋房子 或是没有房子而你的薪水呢 是在新币10万块以下的话 你可以拿到大约呢台币9400元左右的红包 那所有的家庭呢也可以拿到 大概是台币14000元的补助 不过民众就质疑了 你政府竟然是偶尔施舍我们一点钱 可是没有用心去改善整体的社会的通膨情况 政府这样的思维真的太令人震惊了 他们觉得这种政策根本没有办法缓解 他们的生活压力就希望呢政府可以再重新思考一下 这个政策的施行 不过我们讲到这个通膨啦涨价 要来看是4月份台湾的电价要涨了 很多的烘焙业者是叫苦连天 担心以后成本是不是会大幅的增加呢 不过这个时候呢 经济部的脸书小编似乎是提油救火 他提出一个建议 他说既然大家怕会花这么多的钱 那建议你们可以在比较离风的时间来进行营业 那个时候电价是相对比较低的 离风指的是大概半夜12点到早上9点 不过让烘焙业者非常不满 就反抢说需要我们在半夜烤面包嘛 香喷喷现烤面包出炉 放到铁盘上散热才会进行分装 除了烤箱包含电冰箱电磁炉都要用电 经济部拍板4月开始调整电价 让业者照顾连天 如果以涨百分之十来说 大概一个月多三千多块的成本 那以我们现在二十家店来说 大概一个月多六万块的成本 以店面平均调幅每月七百度以下 百分之三七百度以上至一千五百度为百分之五 一千五百度至三千度为百分之七 最高用电量三千度以上调整最多为百分之十 经济部脸书小编间用电量大的店家采时间 电价一年能省四万 若以台电官网计价 平日夏季用电离封为半夜至早上九点 非夏月同样在半夜至 清晨六点以及中午时段 被民众骂爆是要半夜烤面包吗 而经济部证次台电代理董事长 曾文生二十七号表示 各用电平均电价为三点八元 下午四点至晚间十点是尖峰时段 等于无需半夜烤面包 还是让业者非常不满 一旦掌声响起势必再多出一笔支出 其他小吃店自助餐业者恐怕也要跟着涨 我们平均下一个月大概五千多 那未来应该会涨到一万吗 小本经验嘛 物价上涨已经很严重了 我们因为今年到近年已经 真的 店家反映在成本上 业者同学担心涨价后 消费者恐怕不愿意买单 TVS新闻 华绍品王思纯新北采访报道 TV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